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来到财经焦点的时间 今天跟大家讲一下 各个央行的未来部署的货币政策 至于市场的资金动向如何受影响 立即请身边的嘉宾颜杰文先生分析一下 颜先生你好 你好 老师 首先我们来看看环球的央行 说真的 除了联储局大家关心之外 这个月有各地的央行都陆续有加息行动 当中比较触目有新兴市场巴西 加息一来到6.25% 但要看着通胀的情况 因为当地通胀去到9.6% 央行希望避免通胀升到双位数 所以有这样的行动 就至于欧洲那边挪威 都算在G10首个国家的成员国加息 由零利率加0.25% 亦都预估了未来一年有机会 要加息四次 分析就说可能会影响了 欧洲央行加快收水的步伐 另一方面大家看着英国 因为上个月通胀都去到3.2% 年底有机会涨到4% 是否加息压力在英国方面又增加了 欧盟或欧央行都有机会加快收水的步伐 我想全球央行都面对一个问题 就是通胀似乎的幅度和维持时间 都比预期久和高 例如昨晚鲍威尔 美国那边都提过在言论里面 都好像转了一些口风 说通胀情况可能会比预期要长 这个变成全球的央行 压制通胀的时候 都没办法可能加息日程和时间表 都比预期快 但是对于一些新兴市场来说 其实除了面对通胀以外 另外有个问题就是 本身的货币贬值 其实过去那两年都面临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比如巴西或者是俄罗斯的努布 其实有一段很短的时间 都贬值两成的幅度 避免资金流走 都是要用加息来应对 至于发达国家 比如英国、欧洲 刚才所说的通胀情况仍然偏高 但是有没有条件去收水或者加息的话 我相信英国那边可能加息的条件 和基础会稳实一些 尤其是对上一次英联银行的会议 都提到原本预计今年的买债会结束 但是言论偏向英派说 不用等到买债结束都可以 有需要的情况之下调整利率 所以大家预期英国通胀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很可能在最快明年的第一季 就会有加息的机会 但是欧央行那边 虽然面对通胀情况都是类似 最新通胀数据8月份都去到3.2%左右 变成通胀的基调其实大致上一样 但是欧洲面对的情况过去这么多年都是 就是各国经济的发展步伐太不一样了 还有通胀的水平也都不是太一样 在它决定是否调整量宽或者加息呢 我相信它的考虑会更加多 现在目前看拉加德的言论来说 就是欧央行的行长来说 似乎它对于欧洲地区的通胀的判断 似乎比起联储局就更加之夹牌 就是说它觉得明年都会回复到一个比较低的水平 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 欧洲央行如果考虑加息 我相信都不会是短时间之外的事情 是 欧央行的行长拉加德 觉得现在的通胀升温的因素 明年有机会减退 目前见到上个月 当地的通胀大约3%左右 可能会再观望多些 当然通胀的情况 美国那边像你所说 就是看到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也提到 可能通胀的情况比预期更加长 高通胀的情况 而且未来联储局会如何部署 说真的市场已经开始了 觉得美国长债息率上升 其实是一个启示 十年期长债息率都在一厘四流上盘回 上个星期鲍威尔也提到 下个月如果经济条件符合 有机会就宣布减买债 现在越来越多市场 或者大行 分析员也提到 会不会真的明年年底 有机会加息 但同一时间有一个矛盾点在 因为美国自身有一些债务上限的问题 还未谈 昨天还要谈的 昨天就要国会去通过等等 这一件事同时 刺激经济又要应付通胀 你觉得联储局会怎么选 我想刚刚那个联储局会议 他们对于通胀判断 比起之前是应排的 就是说那个通胀 好像刚才说 包括鲍威尔在内 觉得那个持续的时间 可能比预期要长 所以在调整个市场预期的情况之下 都做了少点工作 就说如果有需要的话 其实11月真的可以 减慢那个扣债的部分 但是 是不是真的可以如愿 说11月 按大家预期 说11月最快 会减少购买那个 债券那个金额呢 其实有几个因素 第一就是说 飞龙的新增的职位 譬如8月份 其实比预期大幅偏低 当时其中有个理论就是说 可能因为那些 就业的补助金啊 救济金啊 令到那些人的运工的急性减少 但是这些因素应该 在9月就应该 全部都到期 都退却了 变成10月初出的9月份 飞龙数字 都会有一个很关键的 啟示 究竟是不是 在一个就业市场去支持 减慢买债 另外 我刚才提到那个 债务上限 目前大概估计 可能10月中左右 美国财政部 或者美国政府 基本上就是 耗尽手上的研究 如果不可以再提高 那个法债的上限的话 其实可能对于 他们的 财政政策 或者财政支持的经济 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 是不是联储局 都要考虑 财政政策 放慢了 会不会在货币政策 其实都有一个 延长的压力 所以这是另一个变数 再加上 昨晚都有些新的消息 譬如 联储局公开事业委员会 有两位的行长 区域行长 刚刚辞职 可能本身因为 是一些个人的炒卖 那些丑闻的原因 但是碰巧那两位 都是在15位的理事当中 是比较鹰派的 变成去除了两位鹰派 剩下来现在 那13位的理事 其实大概是7位是偏鹰 6位是偏格 变成跟之前说 那个投票的情况之下 偏鹰的委员是比较多的情况 现在又似乎去到平均 平衡一些的状态 那这几个因素 加上究竟 在年底 会不会有些转变 对于说 刚刚开完职会会议 大家觉得 11月真的会减少买债 那么快呢 其实变数还是很大 不是说100%肯定 所以你都觉得 可能是2023年 就慢慢观察着的情况 才有机会加息 我同意的 因为就算说 最乐观今年年底 开始减少卖债 那其实 如果要花的时间 起码都半年至9个月 那其实搞得来 都已经是下年年中的第三季 那你说 会不会 停止买债之后 就马上要考虑加息 我相信都不会那么快 起码都 有半年的缓冲时间 观察那个 减少卖债之后 货币供应少了 对经济的负面影响 再做一个评估 是 还要观察一些飞龙数据 究竟是否合格 才能作出行动 既然美国那边 可能未必这么快要收税 不过观察着美国经济情况 咦 另一边上 中国的行动又是怎样呢 因为内地人行又要面对 恒大债务危机的应对 当然监管的措施 甚至乎 现在最新有 限电限产的影响 究竟 还会不会 第四季有机会降准 又要留意监管的措施 对服务业拖累的影响 现在大部分分析 都觉得第四季 有机会降准一次 问题是 会不会作出这个定向降准 你怎样看法呢 其实内地的经济情况 就算本身没有 你刚才提到的限电 或者恒大的违约事件 其实看第二季开始 经济增长 因为基数效应的退却 或者是Delta变种病毒 有些偶然的爆发 其实都预计第三季的经济的增长 应该会回落幅度挺大 第四季其实都会维持这个趋势 最新有恒大 或者再加上之前华融的事件 再加上这两天再推出 所谓的能耗相控的新的国策 变成第四季的经济下行压力 可能比起刚才 已经下行轨道的情况之下 就更加之大 所以相信第四季 可能在央行或者中央政府 都会有些对应的政策 譬如说全面降准 去对应经济下行的风险 好啊 既然内地有机会放水 但反而是 就是美国岸或者欧洲那边 就是收税的格局 那怎么影响着资金流向呢 就末日博士都提醒 说怕着 滞涨的问题 又债台高速 另一方面 美人美林 估计明年买债量 悲观的预测 去到3000亿美元 大幅比2.3万亿 是减少了不少 对市场的影响 是不是会引发到下股市一番震荡呢 我想首先讨论央行减债的情况 如果你说一下子由2万多 3万亿减到3千亿 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 譬如假设联储局又停止卖债 在年初欧央行又停止卖债 英国央行又停止卖债 可能剩下日本央行继续卖债的规模 会不会去到那么激 就要还有待观察 但是你说资金目前的讨论 都是说量宽的金额减少 不是说缩水 不是说收减的货币供应 和央行的资产负债表 所以你说一下子去到 已经令到资产燃料收缩的话 其实未到水平 暂时说风险可控 留意着情况变化 多谢你分析了这么多 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多谢收看 回到节目时间了 港股越升越有 目前来说都处于早段 日中高位附近的水平 再跟上恒指方面 暂时来说 进涨到334点 做24,543点为止 见到分类指数当中 金融指数进涨200点过去 地产指数都升得特别大 暂时进涨到1000点 公用指数唯独在红色战坠向下 跌幅到200点过去 总成交这一秒到449亿多 再跟上内地股市表现如何 今早做A股开始偏远些 其后三大指数 内地那边反复靠找到 上证到升得上来 始终在3000后的大关有点阻力 现在来说 轻轻升2点阻近 做3584点水平 深圳成分指数靠找到 进涨到12点 创业板上有点赢 弹力进涨到0.5%左右 首在3247点水平 当然今早有些内地数据 要和大家更新 包括国家统计局公布 8月份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有6800多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到10.1% 今年头8个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的 利润总额到5.6万亿元人民币 按年增长接近五成多 国统局也说到 今年8月份 工业生产稳中有进 企业的经营状况 继续有改善 利润保持到稳定的增长 内地实施限电方面 大家都观望着 究竟会否影响到 未来的工业生产 以及企业的经营利润 我们马上和嘉宾一起谈 这一节我们有Jason Jason早上 阿里斯早上 今天A股有能弹 但弹力有点欠逢 想多问一下 你刚才我们说到的数据方面 未来都可能遇迟着一些风险 包括国家统计局也说到 留意几个点 包括局部地区疫情 大宗商品价格和国际物流成本 保持着高企 晶片短缺的问题 都有机会推高到企业的成本 现在还要加多一脚 整个A股市场 都有少少隐忧 是担心在于 电力是缺一点的 你又如何去预测这个影响性 缺电或者现在大规模限电的影响 我觉得都是对于整个内地经济 是比较负面一些 特别都是对于一些工业的生产 制造业的层面方面的冲击 相对会比较大 因为基本上如果在缺电的情况下 你不要说一些高耗能的行业 就算一些轻工业 或者其他一些零售业 或者其他一些商业活动 都是会受到一些影响 可能现在都讲到 去到今个星期 大家都说提早 已经是放了国庆的长假 因为不够电的关系 那些工厂都是开不了工 所以我觉得对于 这些工业利润方面 未来的profit margin 还是会有机会收押的 即使你拿到电 可能在电价 或者能源的成本方面 都是比以往来说是贵了 所以你其实看到在8月份 工业利润方面 其实margin 即它有一个数据 就是每百元营业收入里面 那个利润率 基本上都是比起 头的7个月是跌了下来的 除了能源短缺之外 刚刚你提到一些 物流成本高企 和原材料方面的价格 也是上升 对于内地一些工业企业方面 那个利润率 都还是会有压力在 工业那里 现在讲到限电的层面 有机会是令到 那些企业 那个利润 刚才你说到 是可能会压缩的 究竟对于整个大环境 是会怎样造成影响在那里 高城最新就削了中国 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 去到7.8% 理由是哪一样呢 正正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能源短缺 以及大幅有机会削减工业的产出 究竟这个对于大市的气氛 甚至整个走势 我们仍然是 若是讲上证 仍然是被3,600 流上的齐头关口窄住了 那对于上证来说 你有怎样看的 上证近期就进行一个调整 之前见到最高上去3,720多 接着都开始 但是你看到这一段 虽然它回了下来 但是暂时见到那个跌幅 又不算太大 比起港股 近期不断沉底来说 其实上证的格局 都相对是平均 因为在8月初 至到9月初 这个月 讲的那个升幅 都由3,300多 升到上3,700多 那即使你说 现在这一回合回到3,500多 基本上都是回到之前升幅 大概是3成多至4成左右 我觉得都算是一个健康的整股 但是即使你说 接下来跌不下也好 但是上面上回到3,600多 或者之前3,700多 这些高位 我相信阻力都会比较大些 嗯 会找到 但是再向上的空间 未必好像说之前那么大 现在来到早上的时间 轻轻就靠找到的 近障就3点左右 坐着3,586点 这个就是上证的最新情况 既然我们刚才说到 就是电力供应的问题 这一节集中讲的板块 都是讲一些能源相关的 update大家 包括就是欧洲的天然气 以及碳碎期货的价格 就创了新高 另外内地多地的限电 继续备受关注 各地是继续应对 保护一些民生的用电 例如吉林省那边 是说要推进俄煤 印尼那边的煤炭 外采在外面采灸 希望可以确保整个内地的供电 和供暖的情况 另外早前大家可能都听闻到 国家能源局都开展了 针对煤炭 以及天然气增产 保供应相关的调研 刚才说到一些天然气 我们看看今早做天然气的股份 包括AH两地都有急标的情况 A股方面 水发燃气 都挨近升停的价格 近距近一成 其余升幅2-7%不等 我们H股也不弱 包括昆仑能源那些是如何 掌心来说 昆仑能源升幅到接近6% 至于生股能源 进涨到5%多 其余升幅至少有2% 至最多港华燃气都可以跑出 升幅到7% 挨近这些水平 眨眼看 今天的%升得很厉害 不过问问Jason 这些都算是低位反弹上来 究竟还有没有条件在上 我对燃气分销股 整个板块的看法 暂时都是比较审慎 一来就刚刚提过 关于内地现在说经济放慢 很多的工业活动 都是会放慢 或者要停工 对于整体天然气的销售量方面 特别针对于工商业的部分 都可能会有一个压力 可能去到第四季的增长速度 就未必有上半年是这么快的 更加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看到本身 现在这些燃气分销商都是从事下游的分销业务为主 其中一个关键 就是究竟上游气源方面的价格 会不会加得太多 去到下游分销的价格 未必可以即时调升到 到最后就有机会 会令到一个每立方米燃气销售的武力 会有一个压力 这个情况其实在上半年 看到个别的燃气股都出现了 譬如新路能源 都是看到那个margin是大幅收缩的 以及去到现在这一刻 就看回例如LNG的进口价 在内地的燃货价 其实是升得很厉害的 当然就不是说全部燃气的分销商 的气源都是来自液化天然气 但是这部分的占比都不少 看回数据都说十多至二十多个百分比 意味着当LNG的气源价是升的 对于分销商来说 那个武力的压力都会比较大些 所以你说他们今天的反弹 相信都是之前的段跌得比较急 还有市场都叫做做好些 就带回来 但是整体你问我的声势 会不会是可以持续很久 我的看法就相对会有些保留 天然气价升反而反而 做下游那些要担心 就是成本究竟可不可以转价下去 这个有个忧虑在那 所以就算新冬能源 像你所说今天有得升 稍为升穿了一条250天线 但是都未说完全补回 前几天那个小裂口 倒下来的水平 暂时来说 新冬能源就占近6% 首在128元的位置 刚才除了天然气 我们还要看一些煤炭 讲到供电那里 煤炭A股 看到在走势那里怎么样 算是普遍都有得 鸿生箭咀向上的 燕洲煤也算是 跑人少少 进仗去到5% 中煤能源等等 那些进仗去到2-3% 我们再纳眼看看H股的形势 又如何 中煤能源那些 暂时来说 1898进仗去到 埋近6% 辰华 燕洲煤分别 就升幅去到4-7% Jason 请教你煤炭股 今天又是这个 即是蛋翻上来 算是向上 贴近10天和20天线左右的位置 但是都是说 没有什么突破 那你这个看法 和刚才我们说的天然气的股份 会不会都是相若呢 是的 中线来说煤炭股 我的看法都是偏淡的 当然短线 你说煤价继续高企 还有都看到 现在很多的电厂的库船 都比较低 那不排除 对于煤炭股股的短线 都会有一些支持 但是中线 为什么我看得都相对 是一般的 那原因 就始终现在内地 在能源的布局 或者整个结构上面 都继续是会调整 那对于火电的占比 就是毫无疑问 一定是会进一步下降的 我看到现在都有很多的火电企业 慢慢都是转型 加大新能源的装机佔比 反而你说的 传统煤炭发电的装机 很多都慢慢是收缩的 所以对于煤炭股中长线方面 那个布局 其实都很难说进一步增加产能 或者煤价 你说继续不断地上升 相信可能性都不是那么高 那你问我会不会说这个电方 那个持续性是很久 令到那些煤价都还可以维持 一个高位是那么长时间 那这个我有些保留 那再加上发觉 那在过去那几个礼拜 都不断是发问 就是被这个警惕出来 都要求整体的煤炭 是要保供稳价 或者供应是要稳定 价格不能的 或者让你飙升 所以相信在政策面上 都仍是会加大力度 来压低那个燃煤的价格 所以对于煤炭股 这些位置我觉得 再搏上去的空间 未必或者太多了 暂时早段煤炭股 仍有得升 延周煤继续进进 总是有7%过来的 谢谢Jason和我们分析了 我们先后车见 欢迎回到节目时间 跟着指数最新的情况 看到各个板块都有一些起飾 恒新指数最新的升幅 都扩大到摘价有400点 最新升近超过1.6% 升近395点 去到24600点的水平 其余上正最新升到9点 深淨成份指数同样都是靠稳 最新升幅是24点 看完十大会约估计 股份最新情况 十大活跃股份方面 腾讯最新靠稳升到1.3% 盈富基金升到1.7% 阿里巴巴升幅超过半成 美团升到2% 勇創中国升到1.6% 我们这一节嘉宾就是Jason 邱偉聪 跟我们分析一下焦点股份 Jason你好 鄭燕你好 这节集中谈谈内房和物贡 早上看到能源股好些 石油、燃气那些 内房看到消息加持之下 都有些气息 今早也有说过中俄澳元 向大股东和恒基的李家杰配股 折药不算很大 那里都筹到10亿 用创说自己没有向政府求助 他就回够一些三千多万美金的 境外优先票据 华行资业再估中俄恒大 月秀地产就有买地的消息 问一下Jason 恒大系不算很多消息可以做更新 不过中国澳元的股份就有人肯要 用冲 中国自己就有个澄清 算不算板块里面那些不明朗素 或者令人担心的疑慮 有消除了一些的呢 这些消息就有关于个别企业 但是反而你问我今天整个板块普遍都有得胜 我觉得反而大家是有个憧憬 就经过恒大这个财困事件之后 我相信中央政府都希望 要维持整体楼市的稳定性 你看到近期其实很多地方 反而推了一个所谓限跌令出来 就不比楼价再跌得太多了 但是只凭这一招 我觉得用途就不太大 反而未来会不会进一步 在那个调控上面 鬆一鬆绑 不是说大规模去放松 任由去炒楼 但是至少可能在短期里面 会不会在一些 即人行贷款上面 特别针对一些可能是 买楼自住那些的居民 在那个按揭贷款上面 可以批放松一点点呢 或者那个贷款利率上面 可以是调低一点呢 如果你说它在这方面做到 小小的松绑呢 其实对于很多内房企业本身 就是一个很大的催化势来的 因为本身他们 在说你恒大 当然自己高负债 或者是短期的债务是多呢 基本上你说要救就比较困难了 但是如果你说对比其他 比如好像是用创 或者再一些 一二线小小的内房企业呢 本身的资产负债表 其实不算差的 就算是融创 在这两年里面 那个减债能力 都做得是不错的 那只不过短期里面 他们面对一个流动性的压力 就因为卖不了楼 那些负船窄在那儿 那些资金就回不了你了 那就令到他们可能 短期那个融资方面 会出现一些问题 那如果你说 在那个楼市上面 鬆绑一些的 那我觉得就有机会 令到整个楼市的 那个所谓崩盘的压力 就可以舒缓了 选股怎么选好呢 这些时候应该选一些 以之前呢 担心有资金紧张 移类比较重要一点的 富力、融创、花样年 这些股份 还是选一些 其实一向的财政状况 都比其他稳固的 一线的国企 例如中海外、华润之地 现在看到板块上 普遍都弹得很厉害 融创当然了 澄清完之后 现在升到一成多那么多 应该怎么选呢 我自己就不会选一些 真的财困很严重的公司 或者本身负责比率 都是很高的公司 比如就刚刚提过 恒大一定不选 富力其实我都会避 翻阅电 我也都不建议 反而你说融创 我觉得都可以想一想 因为看到他都刚刚提过 这两年的减债方面做得不错 另外如果你说不想承受那么高风险 当然可以选择比较稳固 比如龙湖、中海外、晚科、云地 甚至乎是世贸 这些我觉得都是一个好的选择 好 那我们再看看物馆 最新的物馆股 看到预测市盈率 其实都向下调整了很多 物馆今天都可以弹 弹得比较多 用厂服务 升一成二 中海物业升一成 其余说万丈 世贸升4-5% 碧桂原服务升到8% 看看最新的预测市盈率 其实都已经调整了很多 说万丈去到52倍 不过留意他做需要物馆的 他有一般就较其余的物馆股日价 可能就比较高一点 中海物业22倍 碧桂原服务去到34倍 用厂服务31倍 世贸23倍 问一下Jason 经过一番的调整 股值便宜很多 但是前景之前的大行都担心 之后内房如果 买楼买得慢一点 他们再管业务 再管面积 增速都会慢很多 所以两箱抵消之下 物馆现在到底是否值得买呢 那当然如果你说 未来整个楼市都是一潭死水的 完全没有任何放宽 整体买楼的表现都是差的 那这个办法 当然就是不值得 那麽快去买了 但是好像我刚刚的估计 或者分析都觉得 如果当楼市的调控 有机会有个适度放宽 整体楼市的交流 可以回暖一些 那这个办法是之前所说的 最担心的因素 慢慢是会消除了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说的估值 调整在这些地步 都有一些叫做直播空间 再加上那些 真的看另一个概念 就好像之前迫伏那样 就见到有其他的物馆 即是有其他的内房企业 因为财困问题 要套现一些资产 那他都可以借着势 就承低去到 吸纳更加多一些优质的项目 增加自己的载管的规模 那我相信这一个行动 就不是迫伏自己独有的 即是其他的比较大型 或者有国有背景的物馆公司 一样有这个机遇 譬如好像是华月万丈 保理物业 这些本身都有国有的背景 基本上他们财务的状况 就很健康的 没有公司又健康 他们自己也都是有正现金 所以我都相信 他们拼购的空间 都会是比较大些 好 那我们如果选拼 有拼购憧憬的6098 其实现时究竟适不适合呢 就是一个入市策略部署 之前还有出手 买了负力系内 相关的一些物馆资产 如果寄望迫过原服务 这些是股股 又不怕有什么财困 不怕有什么违约问题 再加上保理物业本身 之前上市之后 股价也是调整不少 现时预测PE 都是23、24倍左右 其实比起迫伏来说 都是有些折扣 所以你说迫伏刚刚买完东西 会不会下一站 有些好的对象 保理都会出手去到数货呢 所以这只反而是我短期里面 值得关注的一只物馆股 好 龙头壁伏喜不喜欢呢 Jason 有很多可能拿了壁伏 最近调整都深的 其实回家乡机会大不大 觉得哪类型的股份 会先修复这一阵的跌浪 壁伏当然都不是差 始终有龙头优势 没有公司方面 财务又不错 刚刚买了一些东西 在股面积也算是全行业最高 但是估值相对是贵一些 譬如你说说 今年的预测PE 都30多倍 暂时还未算是很吸引 但当然整个sector都真的要升 它就不会完全不动 但是如果算直博率 近期都升得比较多的时间 现时追就未必是最值得 或者最直博的那一只 用创 Jason觉得 拣起上来 物馆内放平台 用创中国 叫做多直博 用创服务 想不想得过 今天拣起上来 用创服务 都是有得零跑 最新星星成一成二 是否都可以短线跟一阵 用创服务短线是OK的 只要你说 他妈妈 用创 母公司那边 地产那边 真的没有出现一个很严重的财困 或者接下来在负制上面 慢慢可以 緩和得到 或者当恒大事件 解决了 这个传染性 大家叫做减轻 的话 融创服务都有机会 借个势 是弹回一些 但是始终 因为现在她妈妈本身 在那个收购 或者再发展一些 新项目的空间上面 是真的小一点的 始终她负制都比较高 所以 和见到1516 之前来说 那个收入 或者载管的物业 都有比较大的部分 就是来自她 母企 所以你说 她母公司交流方面 那个速度是慢了的 对她的一个中长线发展 是 都会有一个影响 所以这种 继续中长线 就未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好 小小时间 不如说到奥元 刚才物馆都选了好几个 想得过的 一线二线的 内房 除了融创中国之外 今天有消息的奥元 究竟能不能想得过 奥元现在的货 就有人要 大股东 和有行基的李家杰 都有摆钱下去 三八八三 叫不叫打一支强心针 都算是这样 因为见到 今次她批股 那个折让幅度 就不是说特别大的 基本上都算是 用一个比较高的价格 来到去做到增法 和都可以cap到些钱 所以对于她的股价来说 短线会有些支持 所以我自己看 如果你说内房股 亦都估值算是比较便宜的一支 短线如果你说财务问题 是搞定的 我觉得她都有条件 可以再弹高一点点 好 整个内房行业 既然有得放宽 可能限贷 限购 那方面 就有点少少支持 不过说回这个危机核心 究竟恒大系怎么部署呢 恒大系 始终现在要官网了 我始终担心恒大一些美元债 这个月或者下个月 会到期的那些利息 是真的有机会 未必立即找到数 即是出现违约的机会 都不低 如果你说真的出现违约的话 可能股价都要震一震 直到真的 现在已经有个比较明确的 重做方案 公开了 才会令到股价可以回稳回跌 甚至乎 可能跟海航系的案件一样 公司可能真的要破产 只不过你剩下资产 有其他国家去分割 去接管 所以对于你说恒大本身的股价 我自己就不会抱一个很大期望 好 留意恒大最新都有反弹 升到4% 略略都报价 今天普遍内房和普遍物馆都有升幅 内房股当中暂时继续 都是融创领跑 最新升到超过一成开外 恒大方面环节是再减受它的持股 现在持股去到5% 留下 再减持就不需要再披露了 谢谢Jason和我们的分析 我们先聊到这里 有时一会